全能神话语朗诵 皆是狄基督 第八条 只让人顺服他 而不是顺服真理 顺服神 一 小岗的梦想 今天还是先讲个故事 你们对听故事有没有兴趣 能不能从故事里有点收获 故事里有事 事里有真理 这故事里的人的一些情形 一些流露 还有一些存心 败坏性情 其实这些在每个人身上都存在 与每个人都有关系 如果你听明白了 能从故事当中听出这些东西来 证明你通灵 有些人说 你说我通灵 那我是不是就是喜爱真理的人 那不一定 这是两码事 有些人通灵 但不喜爱真理 听明白了 就完事了 他不跟自己对号 也不实行真理 有些人通灵 听完之后 发现自己身上 有这些问题 就琢磨 以后怎么进入 怎么变化 这就达到果效了 那今天还接着讲故事 这个话题轻松 大家愿意听 这两天我就琢磨 讲什么故事 能让多数人听完之后 有收获 有造就 而且能让多数人 对一方面真理 加深印象 另外 还能与实际对号 能让人进入一方面真理 或者纠正一方面偏差 得着益处 上次讲的故事 忘记给起名了 今天给起个名 你们说 叫什么名呢 特殊礼物 特殊就去掉吧 叫礼物 特殊这俩字 有点怪 人的注意力 会集中在特殊上面 礼物 这个带点隐晦的意思 那今天讲个什么故事呢 今天这个故事的名字 叫小岗的梦想 小是大小的小 这个都知道 那岗呢 岗位的岗 对了 一听这明 你们就应该知道 内容是什么 应该猜个八九不离十 接下来开始讲故事 小岗是一个年轻人 热情好学 也挺勤奋 人也算聪明 因为他爱学 所以对现在比较流行的电脑技术 他学到一些 在神家 理所当然的 就被安排到视频组尽本分 刚到视频组的时候 小岗很高兴 也很自豪 因为自己年轻 又掌握一定的技术 所以他认为 做视频工作 是自己的强项 也是自己的爱好 在这里尽本分 能发挥自己的特长 另外 这方面业务 也能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 有所长进 再加上 在这里接触的 多数都是年轻人 他很喜欢这里的环境 也很喜欢这个本分 所以 他每天都在繁忙地工作着 也很认真地学习着 就这样 小岗每天早早地起来 就开始工作 有时候晚上熬到深夜 才去休息 小岗为他的本分 付出很多代价 也受了一些苦 当然 也学到了不少 有关业务方面的知识 他觉得每一天 都过得很充实 小岗也常常 跟弟兄姊妹 在一起交通聚会 觉得来到这里之后 比在家乡信神的时候 有长进了 自己长大了 能担起一份工作了 心里觉得很幸福 也很满足 因为当初他学习 电脑技术时 就希望自己有一天 能成为一名电脑工作者 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 所以他很珍惜这个机会 一段时间过去了 小岗的工作没有变 岗位也没有变 他坚守着自己的岗位 坚守着自己的这份责任 与本分 看起来比以前成熟了 在生命进入方面 也有所长进 也常常在聚会中 与弟兄姊妹交通 导读神的话 对信神的兴趣 越来越浓厚 也可以说 小岗的信心 一点一点地增长起来了 所以他又有了新的梦想 如果做电脑工作的同时 还能做一个更有用的人 那该多好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 小岗一直尽着同样的本分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看到了一部电影 看完之后 他对这部电影 有了很深刻的印象 因为什么呢 这部电影当中 有一个与小岗年龄相仿的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 在电影中的表现表演 言谈举止 都让小岗心生羡慕 也有一点小小的忌妒 看完后 他心里不时地在设想 如果我是那个年轻人 该多好 我天天在电脑前制作 上传各种视频 不管怎么忙碌 不管怎么累 怎么苦 也仅仅是一名幕后工作者 谁能知道我们的辛苦呢 如果有一天 我也能像电影中的那位年轻人一样 走进荧幕 让更多的人看得到 让更多的人知道 那该多好啊 小岗反复地看着这部电影 也反复地看着 也反复地看着与那个年轻人有关的各个镜头 他越看越羡慕 越看心里越向往 向往成为一名演员 于是 于是小岗新的梦想产生了 新的梦想是什么呢 我要学习表演 争取有一天 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演员 走上荧幕 像那位年轻人一样 那么的有气质 让更多的人羡慕 向往 之后 小岗按照他的梦想 开始行动了 在业余时间 小岗上网 查看各种与表演有关的材料 同时也常常看各种影视剧 一边看 一边学习 一边幻想着 自己也有机会 能成为一名演员 日子还是一天一天这样过着 小岗在坚守着自己岗位的同时 也在学习着表演专业 终于在小岗的坚持努力之下 他的表演有了一定的功底 学会了模仿 学会了在众人面前说话表演 丝毫不怯场 在他再三的要求之下 终于有了一个机会 有部电影需要一个年轻人来做主角 通过视镜 导演发现小岗的长相气质 还有表演的基本功还算合格 如果加以调教 应该是可以的 听了这一消息 小岗高兴极了 心想 我终于能从幕后走到幕前了 我的又一个梦想即将要实现了 接下来小岗就被调换到影视组尽版分了 调到影视组之后 新的工作环境给小岗带来的是新鲜活力 小岗觉得每一天过得是那么的幸福 不像以前那么沉闷 那么呆板 那么局限 因为在这里生活工作 每天所接触到的东西 有很多是与电脑工作完全不相同的 他活在了另外一个工作领域里 另外一个世界里 就这样 小岗投入到了影视工作当中 他每天忙着表演 背台词 听导演讲戏 听弟兄姊妹分析剧情 对小岗来说 最难的就是进入角色 所以他反复地背台词 反复地琢磨自己的角色 该怎么说话 该怎么表演 该怎么走 该怎么站 甚至该怎么做 他都得重新学习 这样繁杂的工作 持续了一段时间后 小岗终于知道 做一名演员是多么的不容易 每天都要背同样的台词 有时都背得滚瓜烂熟了 一到正式表演时 总出差错 总要重拍 还常常因为一个动作 或者一句话不过关 被导演训斥 如果接连几次表演不好 还要临到对付修理 还要丢面子 忍受痛苦 甚至引来异样的目光与嘲笑 面对这些 小岗有点灰心了 原来做一名演员 走上荧幕这么难呢 早知道我就不来了 但现在有点骑虎难下 来都来了 电影还没拍完 就打退堂鼓 这也不像话 也没法交代呀 这是自己的梦想 得把它变成现实 但前面的路到底还有多长 我能不能坚持下去呀 小岗开始动摇了 接下来的日子 小岗勉强应对着 每一天的工作 每一天的生活 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 但是她还得这样忍着 硬着头皮往前走 可想而知 接下来小岗的方方面面 肯定是会出问题的 她开始很勉强地应对着 自己所担负的工作 导演让怎么做 她听一听就完事了 过后自己能达到的 就尽力做 达不到的也不求真了 此时此刻的小岗 是什么样的状态 很勉强地 很消极 很被动地 过着每一天 对导演和弟兄姊妹 认真的辅导帮助 她心里根本就接受不进去 她认为 我也就这样了 没有长进的空间了 你们那是赶鸭子上架 反正能拍就拍 不能拍就算了 我还回我的视频组 去尽本分 想起视频组的工作 那真是太好了 每天往电脑前一坐 那是多么安逸 多么幸福啊 自己的全部 自己的世界 都在弹纸一挥间 都在键盘上 只要一栋特效 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那个虚拟的世界 对小港来说 充满了诱惑 此时此刻 小港更怀念 他的过去 更怀念 他在视频组 尽本分的 那一段时光 就这样 一天一天过去了 一天晚上 小港失眠了 为什么失眠了呢 他心想 我是不是当演员的料呢 如果我不是这块料 就赶紧回视频组吧 还是视频组的 本分清盛 在电脑前一坐 就是半天 吃饭不用自己坐 尽本分也不费劲 移动键盘 什么都有了 只有想不到的 没有做不到的 现如今 当演员 每天还得背台词 背了一遍又一遍 拍起戏来 还不过关 导演常训斥 弟兄姊妹常指责 尽这本分 也太费劲了吧 还是视频组的工作 还是视频组的工作好啊 他越想越怀念 辗转半宿睡不着觉 到后半夜 困得不行才睡着了 小港早晨起来睁开眼 第一件事就琢磨 我到底走不走呢 回不回视频组呢 要是在这儿吧 电影拍完之后 还不知合不合格 在这期间说不定 得吃多少苦呢 我也不是做演员那块料啊 当时自己就是一时冲动 一时心血来潮 非要当演员 真是糊涂啊 你看看 一步走错不好办了 这苦没处诉说去 看现在这个情况 能成为一名好演员不容易 那就趁早打退堂鼓吧 赶紧跟导演说我回去吧 别耽误人家的事 随后小港鼓起勇气 跟导演说了这事 你看我也不是演员这块料 你们非得选我 还是让我回视频组吧 导演说 那不行 这电影拍一半了 要是换演员 那不是耽误工作吗 小港坚持说 那怎么办 你愿意换谁就换谁 跟我没关系 不管怎么说 你得让我走 你不让我走 我就不好好演 导演看到小港坚持要走 电影也拍不成了 就让他回去了 小港从影视组终于又回到了视频组 他回到过去熟悉的工作场地 摸摸椅子 摸摸电脑 感觉亲切 还是这地方好 往那一坐 椅子也软和 电脑都是现成的 还是做视频好 这个本分不累 在幕后工作有幕后工作的好处 出错了没人知道 谁也不会指责 赶紧改过来就完事了 小港终于发现幕后工作者的好处了 此时此刻 他的心情是什么 如此的得安慰 如此的庆幸 我的选择是对的 神给我机会 又让我回到这个岗位上 这是我的荣幸啊 庆幸自己做了一次对的选择 接下来的日子 小港在视频组 一天天这样按部就班地坐着 这个期间 没什么特殊的事 小港也就这么平平常常地 过着每一天 有一天 小港在做视频的时候 突然发现一个舞蹈节目中 有个年轻人表现出色 幽默有气质 心想 他跟我年龄差不多 为什么他能跳舞 我就不能呢 于是 小港又动心了 生发了什么念头 小港生发了学习舞蹈的念头 他反复地看这一段视频 反复地看这个年轻人的表演 然后就打听 上哪儿能学跳舞 怎么学最基本的舞蹈是什么 也趁工作之便 在电脑上常常查找 与舞蹈有关的教材 视频 学习资料 当然 小港在查找的过程中 也不仅仅是看 他也在身体力行地去学习 为了学会舞蹈 小港每天起得很早 睡得很晚 在自己仅有的一点体操舞的基础上 开始正式学习民族舞 每天早晨起来拉筋下腰 在学习的过程中 小港忍受了很多肉体的痛苦 也付出了很多的时间 终于在舞蹈方面 小有收获 小港觉得自己的机会终于来了 自己能上台跳舞了 因为他觉得身体柔软一些了 也会一些舞蹈动作了 再加上通过模仿学习 放音乐的时候 有些节拍也掌握得差不多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小港觉得是时候了 应该向教会提出申请调换本分 又是在小港的再三要求之下 他终于如愿以偿 来到了舞蹈组 成为一名舞蹈演员 之后小港与其他的舞蹈演员一样 每天早早起来练成功 排练节目 也正常地跟这些人聚会 交通 分析 构思节目 每天就是这些工作 一天下来 累得腰酸腿疼 天天都是如此 风雨不悟 一开始小港对舞蹈 充满了好奇 但是当他对舞蹈 这一行的生活 或者方方面面 了解熟悉了之后 小港就觉得 舞蹈也就无非如此 一个动作反复地跳 有时崴了脚 有时还扭了腰 还有受伤的危险 跳着跳着 他就觉得 哎呀 舞蹈这活儿也不好干呢 每天累得一身臭汗 也不那么容易 比视频工作难呢 不行 得坚持 这次他没有轻易地退去 终于坚持到舞蹈节目彩排 然后送去审核 送审的那天 小港是什么心情 激动 对自己的劳动成果 充满了期待 中午饭都没吃 这功夫下得是不是很大 终于等到结果出来了 一身没通过 小港听完这个消息之后 犹如舞雷轰顶 心情当时就跌到谷底了 一下子坐到椅子上 我们花这么长时间 我们花这么长时间跳到舞蹈 你一句话就给否了 你懂舞蹈吗 我们跳舞都是有原则的 都是付过代价的 你说否就否了 又一想 决定权在人家手里 人家没通过 那就得重新修改 跟谁说理去 没办法 那重来吧 舞蹈一身 被毙的当天 小港中午饭也没吃 晚饭勉强吃了一点 你们说 他晚上还能睡着吗 又睡不着了 心里直翻腾 怎么我到哪儿都不顺呢 神也不祝福我 跳了两个月的舞 一扇没通过 二婶还不知道 什么时候能通过呢 也不知道花费 多长时间才能通过 我什么时候 能登上舞台正式演出啊 我看出头露脸 是没有希望了 他这么想那么想 琢磨来琢磨去 觉得 还是视频工作好啊 往那儿一坐 一敲键盘 花草树木都来了 让鸟叫就有鸟叫 让马奔就有马奔 要什么有什么 而跳舞还得通过审查 每天累得一身臭汗 有时累得饭都吃不下 觉都睡不好 结果一审还没通过 这个本分也不好尽 我是不是还回视频组工作好啊 他想来想去 这也太没出息了 怎么又动摇了 不该这么想 睡吧 迷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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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睡着了 第二天起来 这事他也忘得差不多了 还接着跳舞 接着彩排 到了二审那一天 小港又紧张了 问 能不能通过呢 大家说 那谁知道啊 要是没通过 那证明咱们跳的还不行 咱们就接着修改 什么时候通过 什么时候就正式演出 正式拍摄 一切顺其自然 正确对待这事 小港说 那不行 你们能正确对待 我可没时间等啊 终于二审的结果出来了 又没通过 小港说 哼 我早就看透了 舞蹈这一行 那就不容易出人头地呀 咱们年轻 长相又好 又会跳舞 这不就是特长吗 他们那些审核人员 不会跳 就嫉妒咱们 不让咱们通过 看这样 以后也不会通过了 这舞不好跳 我回去 我回去吧 小港这一宿睡得特别踏实 因为他下定决心了 明天就卷铺盖卷走人 跟你拜拜了 不管怎么样 小港 小港终于又如愿以偿 回到了视频组 又坐在了电脑前 回味以前那熟悉的感觉 小港觉得 我天生就是幕后工作者的料 只能做无名英雄 这一辈子与舞台与出名无缘 就老老实实地敲键盘吧 这是我的本分 那我就做这个工作吧 他这一折腾还踏实了 他的第二个梦想破灭了 又没有实现 你们说 小港是个勤奋好学的人 又是个热情有心志的人 他容不容易 就这么甘心地坐在电脑前 这么枯燥地工作着 估计是不甘心 最近小港又迷上了唱歌 怎么说变就变了呢 你迷什么不好 怎么就离不开舞台呢 这人心里有事 这次他没有贸然地要求换本分 只是每天查资料 练习声乐 练习唱歌 经常练得嗓子沙哑 有时候都发不出声来了 就这样 小港也不气馁 因为这次他改变策略了 这次不能没了解实际情况 就换本分 千万要小心 要不然让人笑话 总换本分 人家怎么看我呀 都看不起我了 这次得一个劲地练 练到什么时候 自己觉得能当歌星了 跟教会里那几个歌手不相上下了 再报名曲失歌组 他天天就这么下功夫练 业余时间也练 工作时间也练 就这样不厌其烦地练着 有一天 小港正在工作的时候 组长突然跟小港说 小港 看你这做的是什么活呀 你再这么应付糊弄 不好好做 就不让你尽这本分了 小港说 我没有啊 紧接着 大家就都围过来了 说 小港 发生什么事了 啊 你出这么大错误啊 上面都纠正过多少次了 你怎么还能做这错事呢 就是你每天练唱歌练的 不专心做视频 尽出错 耽误大事了 你再这么出错 教会就开除你 不要你了 我们大家都弃绝你 小港一个劲地解释 我不是故意的 我以后小心 给我一次机会 不要开除我 求求你们 不要开除我 神啊 救我 他正喊的时候 感觉到后间 有一只大手一拍 说 小港 醒醒 小港 醒醒 这是怎么回事 做梦了 小港 闭着眼睛 迷迷糊糊的 手在空中 又抓又挠 大家以为 发生什么事了 一看小港 趴在键盘上 睡着了 一个弟兄 又拍拍他 三推两推 小港终于醒了 他醒了之后说 哎呀 吓死我了 我差点就被开除了 因为什么事啊 小港琢磨琢磨 一看 这也没发生 什么事啊 原来是一场梦 被一场梦吓醒了 故事讲完了 这就是小港的梦想 这个故事讲了一个什么问题 梦想与现实 往往是有冲突的 很多时候 人认为自己的梦想很正当 岂不知梦想与现实 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梦想只是你的一厢情愿 只是你一时的兴趣 很多时候 是人的喜好 野心 欲望 成为人的追求目标了 人的梦想跟现实 是极不相符的 人的梦想太多 往往会出现什么错误 就会忽略自己眼前 当下该做的工作 忽略现实 把现实自己该尽的本分 该做好的工作 该尽到的义务与责任 推到一边 不当回事 依然追随自己的梦想 为实现自己的梦想 不停地奔波努力 做了许多没有意义的事 这样 人不但尽不好自己的本分 还会耽误 搅扰教会工作 有很多人不明白真理 也不追求真理 他们把尽本分当成什么 当成是一种工作 一种爱好 一种兴趣的投入 不把它当成 神交给的任务 使命 与自己该尽的责任 更不追求 在尽本分的过程中 明白真理 明白神的心意 达到尽好本分 完成神的托付 所以在尽本分的过程中 有些人吃点苦就不愿意了 就想逃避 临到一些难处 受到一些挫折的时候 就打退堂鼓 又想逃避了 他不寻求真理 就琢磨逃避 像乌龟似的 一有事就躲到壳里 等没事了再出来 这样的人有很多 尤其有一些人 让他负责一项工作的时候 他不琢磨怎么能进到中心 怎么能进好这个本分 做好这项工作 而是琢磨 怎么能推卸责任 怎么能不挨对付 怎么能不担责任 怎么能在出现问题 或者失误的时候 全身而退 他先考虑自己的后路 先考虑满足自己的喜好兴趣 而不是考虑该怎样 尽好自己的本分 尽上中心 这样的人能不能得着真理 他不在真理上下功夫 不在尽本分上实行真理 这山望着那山高 今天想做这个 明天想做那个 看谁的本分都比自己的好 都比自己的轻盛 他就不在真理上下功夫 不琢磨自己的这些想法 是什么问题 也不寻求真理解决问题 心里总注重自己的梦想 什么时候实现 谁出头露面了 谁得到上面赏识了 谁做工作不用挨对付就提升了 心里装的全是这些事 你们说 总琢磨这些事的人 能不能达到合格的尽本分 永远达不到 那这样尽本分的人 属于哪类人 是不是追求真理的人 首先有一点是肯定的 这类人不追求真理 他就追求在神家 能享点福 能出名 能露脸 像在社会上混一样 这类人 这类人论实质属于哪类人 这就是不信派 不信派在神家尽本分 就跟在世上做工作一样 他就看中谁被提拔了 谁当组长了 谁当教会带领了 谁做工作 大家都赏识 被高举 被提名了 他就看中这些 就像一个公司里 谁升职了 谁加薪了 谁得领导赏识了 谁跟领导混得熟了 人就看中这些事 如果在神家 人也追求这些 也整天看中这些 这是不是跟外邦人一样 实质上就是个外邦人 这就是典型的不信派 不管他尽什么本分 都是在效力 都是在应付糊弄 怎么听到也不接受真理 更不实行真理 信神多年没有一点变化 不管尽几年本分 也不能尽上自己的忠心 他对神没有真实的信心 没有忠心 就是个不信派 有些人尽本分 害怕担责任 教会若交给他一项工作 他先考虑 做这工作 需不需要担责任 如果要担责任 他就不接 他尽本分的条件是 第一得清闲 第二不忙不累 第三不管怎么做 都不担责任 这样的本分 他才能接 这是什么人 这是不是圆滑人 鬼诈人 一点责任都不想担 树叶掉下来 都怕砸脑袋 这样的人能尽什么本分 在神家能起什么作用呢 神家的工作 都是涉及到与撒旦征战的工作 都涉及到国度福音的扩展 哪一样本分没有责任 你们说做带领 有没有责任 是不是责任更大 更得担责任 你就是传福音 谈见证 或者做视频等 不管做什么工作 只要涉及到真理原则的事 其实都有责任 如果尽本分没有原则 都会影响神家工作 如果怕担责任 那就什么本分也尽不了 尽本分怕担责任的人 是胆小还是性情有问题呀 对这事都得会分辨 其实这不是胆小的问题 他要是为自己发财 或做对自己有利的事 他胆子怎么就那么大呢 什么风险都敢担 但是为教会 为神家做事 就一点风险不担 这样的人 自私卑鄙 是最艰华的人 凡是尽本分 不担责任的人 对神一点真心都没有 更谈不上忠心了 什么人敢担责任 什么人敢担重担 就是在神家工作 最关键的时候 他能一马当先勇往直前 看见什么工作最重要 最关键 他能永挑重担 不畏艰险 这才是忠于神的人 是基督的精兵 凡是尽本分 怕担责任的人 是因为不明白真理吗 不是 这是人性有问题 他没有正义感 没有责任心 是自私卑鄙的人 他不是真心信神的人 他丝毫不接受真理 就这一条 他就不可能蒙拯救 信神要得真理 得付许多代价 实行真理 会有许多拦阻 必须得有所撇弃 放弃肉体利益 忍受一些痛苦 才能实行出真理来 那这样一个怕担责任的人 能不能实行出真理呢 肯定实行不出来 就不用说得着真理了 因为他害怕实行真理 害怕他的利益受损失 害怕受到羞辱 受到毁谤论断 他不敢实行真理 所以他得不着真理 无论信神多少年 也不能达到蒙神拯救 在神家能尽上本分的 必须得是对教会工作 有负担的人 必须得是负责任的人 必须得是能坚持真理原则的人 必须得是能吃苦付代价的人 不具备这几条 就不适合尽本分 也不具备尽本分的条件 有许多人尽本分都怕担责任 他们害怕担责任 主要有三种表现 第一 他专门选择不用担责任的本分 如果教会带领安排他尽本分 他先问尽这本分担不担责任 如果担责任他就不接 如果不担责任 不需要负责任 他就勉强接受 还得看活累不累 操不操心 即使勉强接受 他也不是存心要把本分尽好 还是想应付糊弄 以清闲不劳苦 肉体不受罪为原则 第二 临到难处遇到问题时 他首先采取向带领汇报 让带领处理解决 图自己一身轻松 不管带领解决得怎么样 他不关心不搭理 只要自己不担责任就行 这样尽本分是对神忠心吗 这叫推卸责任 玩忽指手 耍滑头 只说嘴 不办实事 他心里说 要是这事我处理了 最后出错了怎么办 到时候追究责任 不还得处理我吗 我不就是第一责任人吗 他担心的是这个 那你相不相信神检查一切呀 每个人都会出错 如果人的存心对 没经验 没处理过这类事 但已经尽力了 在神那儿能看到 你得相信神检查一切 检查人心 如果连这个都不相信 这是不是不信派 这样的人尽本分 还有什么意义 他这本分尽不尽都行 是吧 怕担责任 推卸责任 临到什么事 自己不在第一时间内 想办法处理问题 第一时间是 先给带领打电话 先通知带领 当然有些人通知带领的同时 自己也在处理问题 但有些人他不这么做 他第一时间是 先给带领打电话 打完电话就被动地等待 等待指示 带领指示一步 他做一步 带领说一点 他就做一点 带领不说不指示 他就不做 就拖着 非得有人催着 监督着 他才做点工作 你说这样的人 是在尽本分吗 就是效力都没有中心呢 尽本分怕担责任的人 还有一种表现 有的人尽本分 只做点表面的简单的活 不担责任的活 那些有难度的担责任的活 都甩给别人 如果出了问题 就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 与自己没有一点关系 教会带领看见他不负责任 就耐心帮助他 修理对付他 让他负起责任 但他还是不想担责任 他心里想 这本分可不好尽 出了事还得担责任 弄不好被清除 被淘汰 那可就完了 这是什么态度 尽本分一点责任心都没有 怎么能尽好本分呢 不是真心为神花费的人 什么本分也尽不好 怕担责任的人尽本分 只能耽误事 这样的人就是不可信赖 不可托付的人 他来尽本分 纯属混饭吃的 像这样的乞丐 该不该淘汰 应该淘汰 神家不要这样的人 这些就是尽本分 怕担责任之人的三种表现 凡是尽本分 怕担责任的人 连忠心效力者都够不上 不配尽本分 有些人就是因为 这种尽本分的态度 被淘汰的 他们可能到现在 都不知道原因 还抱怨说 为什么我一片火热的心 去尽本分 就把我冷冷地打发走了 他们到现在都不明白 不明白真理的人 对自己因为什么被淘汰 他一辈子都不能明白 是怎么回事 他们就讲自己的理 一个劲儿的狡辩 觉得 人保护自己 这是本能 也是应该的 谁不得保护着点自己呀 谁不得向着点自己呀 谁不都得给自己 留后路啊 林道士总保护自己 总留后手 给自己留后路 这是实行真理吗 这不是实行真理 这是耍滑头 你现在是在神家尽本分 尽本分的第一原则是什么 第一 就得先尽上心 尽上自己的权利 达到维护神家的利益 这才是真理原则 是你该实行的原则 为保护自己留后手 给自己留后路 这是外邦人的实行原则 外邦人的最高哲学 不管什么事先考虑自己 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不考虑别人 什么神家的利益 其他人的利益 都与自己无关 第一考虑自己的利益 然后再考虑自己的退路 这是不是外邦人 这就是外邦人 这类人不配尽本分 还有一部分人 就像故事当中小岗这样的人 也是典型的代表 做什么都不能安分 做什么都想图省事 不受一点苦 不受一点挫折 肉体还得安逸 能按时吃饭睡觉 风不吹日不晒的 另外 做工作不担任何责任 自己所做的 还得是自己喜好做的 自己擅长的 自己内心深处愿意做的 如果不是心甘情愿做的 就没有一丁点的顺服 朝三暮四三心二意 做什么都不尽心 做什么总留一手 一受苦就想退缩 挨对付也不行 要求高点也不行 受点苦也不行 做什么事 全凭兴趣和自己的打算 丝毫没有一点顺服 这类人如果不能寻求真理 反省自己 那他们的这些做法与败坏性情 就不容易变化 性神尽本分 最起码得有点真心 你们说 这些人有没有真心 一到需要动真格的时候 他们就退缩了 没有一丁点真心 这就很麻烦 很难办 他们还觉得自己挺伟大 被撤换了 临到对付了 还觉得自己挺委屈 人不寻求真理 也不进入真理实际 就这么麻烦 这个话题就讲到这儿